我是Hai Hai 大家好 我是LinLin 那之前又來到LinLin開上去啦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的禮物啦 我猜它是小米手 感應夜燈 它可能就是感應 然後它就會發亮吧 這個是米兔兼紙 紙尖積木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角 小米手環 這是給媽媽的 對 那我們先來 這好像夜燈比較快 狗豬看誰 要先被 小貓咪喜歡香蝦了 這就是我們小米手環的 本體 然後這裡有一個 充電線 耶 有了小米的 哇你看 哇 現在就開機 跟這個連結的一個充電器 那就把它 噓噓噓噓噓噓噓 墊著 它可以拔起來 然後然後 換錶帶可以 它自己換錶帶 這充電人 對 它這個啊 這裡有 這裡有圈圈嘛 就把它這樣 扣進去 扣 我教你扣 看一下 800多塊 然後 打那個小米 米粉捷 200塊這家券 所以這家 665塊 米粉捷 對 米粉 這怎麼用啊 爸爸沒有用過這種東西呢 配對 好 這是媽媽要用的 我來 最難幹嘛 防水 運動模式 即時心率偵測 觸控彩色螢幕 通知來電 的內容顯示 睡眠技部自行監測 這東西我也沒用過 靠不進去 好 滑掉了 再來一次 欸這裡 這裡可以帶嗎 我看一下 這個 這樣媽媽帶得進去嗎 他那個扣 那我可以 那媽媽應該也可以 可是那個扣 扣不進去 可以啊 這樣我沒有進去 蛤 你怎麼那麼簡單 要登入新用戶註冊 太麻煩了 好棒喔 我喜歡 防水 對 豐富 運動模式 心率 計 實測 偵測 好 蕭咪手環 手環過來 手 請將手環貼近手機 成功了 有有有有 綁定成功了 控制手機播放音樂 媽媽不用手機聽音 沒關係 手機升級中 升級太久了 哇 升級那麼久 啊 啊 耶 耶 資料庫升級中 啊 要重新跑了 會吐血喔 太久了 終於綁定 成功 資料庫傳輸完了 來電提醒 開啟 好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小米手環式 這一天我老婆使用的情形 她每天記錄你的步數 還有睡眠時間 睡眠的七 七小時 四十二分 深眠 五十八分 淺眠 六的鐘頭 清醒八分鐘 可以看一下你睡眠的狀態 基本上我老婆一直覺得她每天都睡不好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的 用這來看出她 到底昨天晚上的 生眠到底是幾分鐘 讓她可以自己去比較 然後去自己去找出問題吧 然後今天消耗了 四十七大卡 然後她的 都是一般這邊都是紀錄今天走路的情形吧 已經用了五天了 電力還剩七十二趴 所以這可以撐滿久的 而且我現在是把一些功能都開喔 全開 全開的情況底下 已經用了五天 她有七十二趴的電力 基本上蠻省電的 來電提醒這邊 打電話來的時候會提醒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有沒有這邊就有提醒了 這邊就有提醒了 我傳帶給她 她就會提醒出來 可以設定鬧鐘 明天幾天起床 然後APP也有 小米運動跟Line的提醒 尋找手環 求助提醒 我基本上這也沒什麼用 運動裡就可以設好多種模式 天氣只能跟你講 高聞低聞而已 通知的話 剛才的Line 可以 我是這邊按掉就可以了 這邊按掉 再看一下 沒有通知 只要這邊 手機讀過這邊 就不會顯示 按多 誤勞 設定鬧鐘 這樣也可以設定鬧鐘 音樂 然後 馬表 計時器 馬表 尋找手機 手機靜音 錶盤 台灣形式 基本上這個只要手 拉起來 有沒有 有了這個動作 她就會自己看螢幕 但是晚上睡覺時候 會很麻煩 有一次我進去睡覺時候 看我老婆動一下 鎖錶就亮了 所以設定早上七點 以後 剛好晚上十點 這功能會開啟 其他時間就不會 不會亮了 其他時間就要自己去按 然後呢 不可能她會想買一隻給我女兒 當作電子錶用 基本上 這個八百多塊 當電子錶其實也罵 也還不錯 就當作電子錶用就好了 小米手環式 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歡戴手錶 不然 我可能會買一個 應該也是買小米手環 只是我不習慣戴手錶 從 高中以後就沒有再戴手錶 然後可以換錶帶 等到以後再來換吧 然後等找機會幫我女兒買一隻 給她玩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還要記得訂閱我 還有按下小鈴鐺 那我下次再 拜拜 記得訂閱我